哈囉大家好我們是 全部換藍小熊 安 從選秀節目 未來少女脫穎而出的女團換藍小熊 日前宣布明年二月將進軍韓國 當練習生平出道 成員們也提到自己夢想的起源 其實就是韓國IDOL 有很喜歡陳怡優 就是一個男團的成員 就是因為他我也想要成為 就是像他一樣的厲害的藝人 所以我也會走到現在 其實他長那麼官方 就是因為他就是長得很帥 就是喜歡帥哥 他以為他跟妳告白 可以 對 我可以接 你會放棄 而陳怡優還不到半年的她們 現在爭過著宿舍生活 九位女孩的個性也在磨合中 成員才真就曾因為太吵被甩門 吵架是不至於 但是生活習慣會不一樣 這是有的 因為可能有人早睡有人晚睡 有人太吵 對 有人太吵 我在來這裡之前 我還覺得我沒有算很吵 蛤 然後直到我認識Beetle 然後認識他們之後 他們看到 我好像真的有點吵 最經典就是 Beetle微甩門 然後叫彩珍安靜 微甩門 早上大家都還沒起床的時間 然後彩珍就一個人 坐在廚房看動漫 然後他就一直狂笑 其實大家都已經有點 怎麼這麼吵 但是大家都想說 還是不要罵他 但是Beetle就是一個 油話直說的人 所以他就直接叫 開門然後叫彩珍說 彩珍你可以安靜點 我就是造福了大家 對 他造福了 他們也透露公司設有親愛令 不過比起男粉絲 女粉反而還更多 告白的東西有很多 就是其滿 巧克力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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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班導蠻聰明的 我們班導蠻聰明的 他有膽子 其實我們好像女粉比較多 他有女生告白嗎 有啊 欣明 欣明反而是 就是我個性比較小男生一點 所以就是可能吸到的女粉 會比團員們還要再多幾%這樣子 欣明超帥的 我是快愛上她 什麼啦 因為我在 不是 蘊男嘉宗 我遺ست 自己偏ühl 你 我 是 果然 歸 cela 我 有 我們 這是 這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